记者同建立苗栗报道,国光贺运是半新竹台中班车每日四班次绕行苗栗线停靠,但是半期间达成率低,引发主线乘客抱怨,日前取消停靠。 苗栗县政府透过立委徐志荣与国光贺运公路总局再度协调,决议采需求反映市运输服务DRTS的方式,让想达成的民众事先预约购票,兼顾苗栗县乡亲需求,又不影响主线乘客权益。 国光贺运总经理吴席忠说,公司乐于配合服务苗栗相亲,目前内部证言依系不实行原则,在完成后,送公路总局及台北区监理所核准,会尽快办理早日上路。 苗栗县名到台中市或新竹市,没有国道客运可搭乘,经徐志荣协调。 国光贺运公司于7月17日到10月31日,试办台中新竹班车绕行停靠苗栗市水流娘归山站,分别是上午7点9点40分由新竹发车的南下班车,即下午3点6点40分由台中发车的北上班车。 但国光贺运观察,试办期间达成旅客相当稀少,甚至经常没有旅客在归山站上下车,而班车也得中途下高速公路绕行,至少得再增加10分钟车程,引起往返台中新竹的旅客抱怨,因此于本月20日期取消停靠。 徐志荣说,国光贺运愿意采需求反应式运输服务的方式服务苗栗县乡亲提供预约搭乘新竹。 台中班车任何一班的车次,他认为更有弹性,对苗栗乡亲更方便。 徐志荣说,不少头粪地区乡亲也希望这条路线能停靠头粪,但头粪站离交流道有一段路程,头粪交流道容易拥塞,周边也无视档附地设立站台,且分停靠线内二站也将增加主线车程时间,目前站不可行。 嗯? 嗯?